山上边两个喽啰兵向宋江和燕顺禀报 二寨主矮娇虎王英在山底下抢了个官太太来 现在在后山寨正劝婚 宋江听到这儿瞅了瞅燕顺 燕贤弟 这山寨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吗 大哥让您见笑了 咱们这个二寨主王英到现在还没有期视 他为这个事很着急很费脑筋 找了几个都不合适 大概是今天他又忍耐不住了 上山底下抢了一个官太太来 哎 宋江说燕贤弟 这个男女婚姻大事得明媒正举呀 你们弟兄在山寨上即使不能明媒正举 也不能娶别人的妻子了 这成何体统啊 宋德哥 这样吧 咱们哥两个上后边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宋江说好吧 宋江和燕顺两个人站起身来 领着这两个喽啰兵就奔着后山寨来了 他们两个人一直走到矮娇虎王英住室的门外 听足站立 因为他们听见屋子里边有女人的哭声 接着就听矮娇虎王英在屋子里边说话了 你哭什么呀 啊 我把你怎么的了 说实在的 今儿个我对你够规矩的了 因为我看你 大的小小的 也算个官夫人 你到底愿不愿意给我个痛快话 帮我哭干什么呀 怎么着 你嫌我长得个矮呀 啊 矮有矮的长处 高有高的短处 个高的穿衣上肺部 个矮的穿衣上省钱 个高的挑挑的大哈腰 个矮的挑挑好上肩 买柴花都讲个大腰子松 个小求时称啊 哎 猪肝子个高 空腾的 秤脱个小 十招的 骆驼个大 竟给人脱东西 猫个小 得让人伺候他 这人个子大了就冒傻气 个子小了心眼多 都说呀 个高的人呐 寿命短 个小的寿命长 我寿命长能跟你白头到老 心眼多对你支疼支热呀 我这小个还有个最大的好处 跟你讲啊 你要跟我成了亲 咱俩睡觉在床上 我不占地方 随便你自个儿打扑了 你看看 这优点长处有多少啊 你还不乐意吗 宋江在外边听到这 差点没乐了 就听那个女子 还在那哭 听汪营又说了 你还不言认 我跟你说 我这个脾气 你还不知道 我忍耐是有限度的 到了一定时候 我就跟你不客气了 啊 别看你是官府的夫人 我也不在乎这个 什么事 咱们是顺着好酒 横着难咽 你可别敬酒不吃 吃罚酒 今天倒在我这个山上 你答应也是在这了 不答应也是在这了 不管怎么讲 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 现在就是你顺着跟我成亲的 咱还是呛个劲成亲 你要顺着成亲 咱们就是顺着当当的 要顺着劲成亲 惹起了我 现在就跟你要拜堂 听她说这句话 就要往前走 那个女子在屋子里边 直喊 你这是干什么 言顺看了看宋江 不能在外边听着了 他们两个人推门迈步 就走进了房中 他们两个人走进屋内之后啊 矮交虎王英一看他们俩 这个面部表情多少的有点尴尬 王英一看 哎呦 二位哥哥 你们怎么也来了 宋江说 先帝 听说你在山下请了一位夫人来 我们到后山寨来瞧一瞧 哈哈哈哈 曾德哥 今儿个可是让您见笑啊 实不相瞒 兄弟我到现在啊 还没娶妻呢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呀 我怎么也得学没一个呀 今儿个我可就碰成这么一位 我听楼楼兵说 说山下来了个花椒 我以为真是什么花椒 到下面一看是个素花椒 请来了这么一位女子 曾德哥 你看怎么样 他说这话用手往那边一指 宋江顶巾往那边一瞧 也看面前端坐的这个女子 的确长得貌美如天仙 一张瓜子脸 两道细斑眉 一双秋波闪闪有神 玄胆鼻子樱桃小口 这脸上媚茶珠粉 但是看得出来 虽然他耳目流泪 却妖夜昔人 这个女子属于那种类型的 就是使不管任何男人 只要一见到他 就会被他吸引得神魂荡漾 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女子 她身上穿着衣服 找她素装素服 好像带着笑呢 嗯 宋江说 请问这一女子 你是哪里人是 在山下路过 一羽河网呢 这个女子一看宋江 从外边进来 矮焦虎汪英 对她这么尊敬 她又瞧了瞧 宋江旁边那个燕顺 好像是陪着宋江进来的 她认定 进来的这个人 大概是山上最大的带王 所以这个女子就站起来 冲着宋江 飘飘一拜 啊 这位大王爷 我跟您说 我 我是清风寨里的 知寨的夫人 叫女子 娘家姓薛 我的母亲去世不久 今天我要给我母亲 去烧七七 做了一程轿 在山下路过 就被 您这山上的 这位带王 给抢上山来了 我是有夫之妇 怎么能给这位带王 再做压寨夫人呢 求这位大带王 您给说几句好话吧 宋江一听这句话 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 她是清风寨知寨的夫人 哎呦 宋江暗想 我正准备要到清风寨 去找知寨花容 投奔到她那里呢 这是花容的妻子啊 哈哈 宋江心想 爱教唬王莹 这个事你办的可太不漂亮了 这我要是下了山 到了清风寨 一见了花容 花容的妻子 在这个地方 跟我见的第一面 显得我宋江这个人 人格低下 见面无光 宋江赶忙就追问了一句 哦 你是清风寨知寨的夫人 那么说 那你是花容的妻子啊 啊 不不 我不是花之寨的妻子 这个清风寨 一共有两个之寨的 花之寨 它是富之寨 还有一个正之寨 叫刘高 我是刘高 我是刘高的妻子 哦 宋江心想 这还不错 不是花容的妻子 但是宋江一转念 不是花容的妻子 这个事我也得管呢 刘高跟花容 一个正之寨 一个富之寨 他们两个是同僚啊 我要到在花容那里 肯定得有机会见刘高啊 从这一点上 我也应该救这位女子下山 宋江说 你不要害怕 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 就看那位薛夫人坐在这儿 宋江一转身 看了看汪英 贤弟呀 你听见没有 这是清风寨之寨的夫人 乃是官府中的工人 工人呢 工敬的工 什么叫工人呢 在宋朝啊 散世大夫的妻子母亲 就被封为工人 到了明清时代呢 四品六品官以上的妻子母亲 被封为工人 但是在宋朝时候呢 还有这么一个规矩 也可以说这么一个习惯 对所有官府中的妻子 都尊称为工人 所以宋江说 他是官府中的工人 贤弟呀 用你的话说 当然是男大当婚 女大当家 不过 你不应该娶有福之妇啊 这让人听着不笑话你吗 矮角虎帮鹰一听 哈哈 宋大哥 我不管这了 笑话我 我不怕笑话 跟他跟您说呀 正因为我知道 他是官府中的工人 我才要娶他 宋江说 你这是何意呢 这是何意 就是官府中的人 他们害得我 加败人亡 大哥 您还不知道我为什么上的那山吧 我当初我也不想战身为王啊 我也不想吃这碗饭啊 这都是人生道路 一步一步一步把我逼上来的 跟你说 我是两怀人士 我从小就会赶大车 18岁那年 我就成了亲了 我16岁赶车 赶两年车攒的钱 就娶了个媳妇 大哥 我这个媳妇 比我长得漂亮 比我个高 奸会 过门之后 那很好地伺候着我 哎 就在我18岁那年 我赶着车呀 往外走 那天呢 就有人顾脚 是个新媳妇回门 我一看新媳妇 戴着个红包袱 回门 这是喜事 我说我懒这个脚了 这新媳妇就坐到我的车上了 我赶着车 就回她的娘家 走到半道上 树林子里头 七楼呼噜 在树林子里边就出来六七个小伙子 这里有七个小伙子出来之后 就把那新媳妇 从我的车上就抢跑了 抢跑之后 这新媳妇没影了 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赶着车回去吧 告诉他婆家 这新媳妇丢了 嘿嘿 他这个婆家也真明白 到官府之中啊 把我给告了 说我勾结歹徒 把他那新媳妇给弄跑了 我说哪有的事啊 我就是赶车的 你是购车的 我干嘛勾结歹徒啊 话又说回来了 我要勾结歹徒的话 我还回来给你送了一个信吗 你天生就有这混蛋人呢 他就那么说 赵敏林来 衙门口里边把我就给提了去了 就问我 你把那新媳妇送哪去了 我说我哪知道啊 老爷不信呢 到堂上就给我打板子 打板子我冤枉 结果老爷就问 说在什么位置 有多少人 你是要把他们的名字都告诉我 你就没罪了 我说我要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就天打武雷批 警官我怎么辩驳也不行啊 终究就在监狱里边压着我 我一天到晚愁眉哭脸啊 整整的就在这监狱里边 给我压了两年 这两年之后我出来了 我才知道这个事的始末缘由 您才怎么着 抢心媳妇那伙人呢 感情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富家子 这个小子 在那新媳妇没出门子的时候 他们俩就不清楚 这个富家子啊 就想把这新媳妇 娶到他家里去 可是那新媳妇呢 早已经许配给人家了 人家那婆家呢 也听见那风声了 招摸的事不好 所以呢 就把这新媳妇快点就娶过去了 还借过这一娶过家 这富家子弟他火了 就趁这新媳妇三天回门这功夫 勾结了一帮恶奴家庭 埋伏在半路上 把这新媳妇给抢跑了 抢跑了之后 就找了个没人地方 把这新媳妇给藏起来 整整的藏两年 这新媳妇就跟这富家子弟 在那过上日子了 两年之后 这个事披露爆发了 官府之中这一追查 人家那富家子弟趁钱呢 拿钱在官府里边 那么一疏通 这个事啊 就算拉倒了 新媳妇那婆家呢 一合家这个事 新媳妇上抢走 睡了两年 再还回来也没什么意思了 干脆人家就写了一封修书 就把这新媳妇给修了 这事就算让给他了 他们两家办的这个事 我在当中就打了没了 两年之后 把我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了 我就问那老爷 我说我犯什么罪了 老爷说你呀 犯的这罪名还不清 现在呢 把你压了两年 你这个罪呀 也就没有了 不管怎么说呀 这个新媳妇丢失 你本身还是有罪责的 我还听我说 我有什么罪责 你给我说清楚啊 他也没跟我说清楚 把我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 我一打听 我才知道感觉 他们两家是这么回事 您说我憋气不憋气 是窝火不窝火呀 可是我回到家里边再一看 您猜怎么着 我那媳妇一看我抓起来了 他自个儿没有生计 着急上火 重病一场 死了 我家里边四壁空空 院里边都长了草了 这一大事 弄得我是家败人亡啊 我就想啊 我招谁惹谁了 你说我恨谁呀 我就恨这些糊涂官 他这就怎么问安呢 有这么讲理的吗 官府中有句怪话 有错拿的 没有错放的 你错拿的行 你把我放了就不管我了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从党那开始 我就把自己的这房子卖了 我住一个小窝盘 我就在我们村里边 一个武术大家那儿 我学武艺 学会了武艺呀 我想要报仇 我想要把这官给杀了 可是我第一次想行刺的时候 就被人发现了 人家开始又寄拿我 这一拿我 我就跑吧 最后人就跑到这山上 我当了山代王了 所以到现在 我一听说官府中的人 我就狠之入骨 为什么我一见到您 我就想摘您的心呢 我就觉得官府中的人 那心都是黑的 他们不替老百姓照想 静体的自个儿想 他自个儿怎么合算怎么办 今儿个 这个小女子 不是官府中的工人吗 嘿嘿 大哥 我娶的就是这官府中的工人 我就要他做我的压寨夫人 因为官府中的人害得我加倍人亡了 宋江说先递 你先息怒 听我说一句好不好 好 大哥你说吧 是啊 你自己的经历倒是十分坎坷 可是你不能把官府的人都看作一样 再者说了 你毕竟是山上的债主 要娶亲就娶个黄花处子 你何必娶个活人妻呢 你自己是为了和官府呕了一口气 但是别人看你 背地里会娶你的脊梁骨啊 会笑话你啊 再者说 贤弟你很年轻 不着急马上娶妻 这样好不好 你这件事包在哥哥我的身上 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漂亮的女子 做压寨夫人 我说话绝不失言 你看怎么样 今天呢 你把这面子给我 把这位工人放下山去 因为这个事要传扬出去 对整个山寨都不好听 对下方的弟兄楼楼们也不好听啊 是不是 总将这句话 说得矮焦虎汪鹰 上嘴唇咬着下嘴唇 半天没言 大哥 是啊 我应该听您的 不过 我这个心里总觉得 别多想了 贤弟 你就全算给大哥这么一个面子 好不好 大哥这箱给你有礼了 宋江说到这里 向王英深深的就作了一个衣 宋江这一作衣啊 紧毛胡燕顺在旁边有点过意不去 燕顺心想 宋德哥给他失礼了 这个事可不能再往下做 燕顺就说话了 哎 宋德哥 您等真事 这王寨主啊 他就好闹这个离戏 他是纯粹瞎扯 他能把人家有福之福抢到山上做他的压寨夫人吗 行了行了行了 我说王阳 这个事咱就到这打住了 以后你可别再这么闹 他那个叫在哪呢 两个喽喽兵在旁边说了 哎 宋主 他们叫就在门口外边呢 四个台叫的还能站着 等着纷纷 好 既然是这样 快点 让那个女子上轿 让那四个台叫的 把他抬下山去 该上哪去就上哪去 别在山上停留 哎 哎 走吧走吧走吧 这女子一听债主有命令 让他走了 他慌慌张张 走出了房门 倒在外边 就坐到轿里边 四个台叫的 抬起轿来 河山河山河山 就奔山下走 脚步匆忙 行如逃命 他们走了 屋子里边 金毛虎雁顺 跟王阳说 兄弟 以后你这个事可少办 今天宋德哥说的话 这可都是金玉良言 别的你不在乎 山寨楼楼兵心目当中的微信 你得在乎啊 你说二寨主啊 要老办这个事 可能楼楼兵都瞧不起你 好 今天我这个面子 就算给宋德哥了 宋江马上领着王勇 和雁顺他们又倒在前厅 雁顺吩咐白酒席 在吃喝过程当中 宋江又提出来 我得下山 我要到清风寨去转花容 雁顺就说了 宋德哥 你忙什么呀 跟您讲 从我这个山上到清风寨 就一站之地 我这个山叫清风山 山下边那个寨 就是清风寨 您抬腿就到 您在我的山上多住几日 你我弟兄还没有盘桓够呢 这么些年不见面了 现在好容易见着 您就多留几天吧 宋江说这样吧 我就再待两天 多一天我也不待了 雁顺说好 您就再待两天 宋江在这个山寨上 又待了两天 两天过后 宋江告辞 宋江这一说走 金毛虎雁顺 又给他拿了几十两银子 给他带在身上 宋江手提破刀 内胯腰刀 脉步下山 金毛虎雁顺 白面郎君郑天寿 爱交互王英 弟兄三个 一直把宋江 送到清风山下 到道口这 雁顺指给他 去往清风寨的道路 告诉宋江 闲下功夫 你就到山上来找我们弟兄相聚 宋江说好吧 你我弟兄 一定是后会有期 说不定三两日 我就又回来找你们来了 好好好 但愿如此 大哥保重 宋江脉步就来到了清风寨 到了清风寨 先打听这清风寨的寨衙们 老百姓告诉他 这个寨衙们就在十字大街呢 到了十字大街这儿 宋江又打听清风寨 花枝寨 花茹的住处 有人告诉他了 说这个清风寨呀 一共分两个寨 有南寨和北寨 北寨呢 就是刘高 郑之寨的住处 南寨呢 就是小李广 花茹的住处 宋江 按着老百姓给他指引的地点 找到花茹的住宅 望里边已通禀 小李广 花茹是赶紧往外迎接 弟兄两个人一见面 那就别提多高兴 可以说是携手揽慢 走进大厅 花茹吩咐人先给献茶 后给白酒 两个人各须离别之情 这弟兄两个 有五六年的时间没见面 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这么致敬 为什么这么好呢 当然他们有一段情犹 咱们后头再说 酒宴之前 花茹把自己的妻子 把自己的妹妹都叫出来 和宋江见面 这样一来 让内眷相见 说我们两个交情就不一般 一般的交情是不让内眷出来的 妻子和妹妹跟宋江见完了面之后 回去了 花茹跟宋江继续饮酒 一边饮酒 小李广花茹就问宋江 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宋江就讲述自己这些年的历史经过 从沙颜颇西说起 一直到沧洲横海郡避难 怎么在白虎山孔家庄 在孔太宫那里留住 乃至于清风山上碰见燕顺 死里逃生 这些事情都讲了 当然其中也提到了 在清风山上曾经救过 你们这个清风寨的政治寨 刘高的工人 他的妻子 他一说到这儿的时候 小李广花茹 这个脸色沉下来 大哥 你还救了刘高的妻子了 宋江说是啊 我想他是你的同僚啊 我焉能不救啊 花茹说 大哥 你不该救他 宋江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刘高啊 刚到这儿有一年多呀 原先清风寨 政治寨不是他 把那个政治寨调走了 才调来的刘高 这个刘高啊 虽然自称是个文人 其实他是个废物 他什么也不是 可是他跟清州府的慕容之府 有关系 这是慕容之府 安排到这儿的一个亲信 所以他是正职 我是父职 这刘高到这儿就办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是修他自己的府地 有时间您可以到他的府里边看看 他的那府地比我那个府地 阔绰的多的多 第二件事 收集古丸 此人最好古丸 把民间的古丸东西都搜集遍了 第三件事就是安插亲信 把清风寨原来那些个老实巴交的人 全都给撤换了 安排的都是他的近亲 都是他的贴吉 您说这三件事办的是人事吗 从这点来讲 您就不应该救他的妻子 更有一点他这个妻子也不是个好东西 老百姓都穿说呀 南山封印 北山封印 不如刘芝寨媳妇的枕边封印 老虎厉害 豹子厉害 不如刘芝寨媳妇的嘴厉害 您觉得救了他的夫人是一件好事啊 其实这是一件坏事 感谢对岸 明确欣ل